今天我讲的主题是 蔡侯神同方湖之谜 安徽寿县 发现了五百多件各类随葬品 其中有青铜器 金器 玉器 骨器 漆器等等 尤其其中的青铜器非常有特点 几乎每一件青铜器上都有名文 而这名文会频繁出现两个字 蔡侯 显然这个墓葬是蔡国君主的 那么究竟是哪位君主呢 一时还难以确定 在这些青铜器中 还发现了一个青铜锦 上面有四个字的名文 吴王光剑 这吴王啊就是吴王和吕 这个青铜器显然是他给女儿的嫁妆 那么和吕当王是蔡昭侯的五年 死于蔡昭侯的二十三年 那么这座墓葬呢 就不会早于这个蔡昭侯时期 蔡国国都从上蔡迁到下蔡 是蔡昭侯的二十六年 公元前的四百九十三年 蔡国灭亡呢 是公元前的四百四十七年 所以这个墓葬呢 不会晚于公元前四百四十七年 在这些青铜器中 其中有一件青铜器 上面记载了蔡国发展的简要历史 还记载了春秋晚期 蔡国跟楚国和吴国之间 复杂的外交关系 为了进一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 经过专家查阅文献资料 确认这曾经是蔡国最后一个都城 周来 那么究竟这个墓主人是谁呢 有一个青铜器提供了答案 这件青铜器呢 设计的非常金文 整体高79.8厘米 这气温的表面呢 铸造着精美的花纹 叫盘绘纹 也就是蛇纹 整个青铜器呢 是个齿口方景 通过这形象 专家认定 这是一个装九的青铜壶 这双耳呢 装饰着这个兽闲环 四个角是怪兽做角 顶部是镂空的莲花瓣 中间还有个十字剑篮 那么这个青铜器 设计的非常精美 装饰的非常的豪华 那么这个青铜酒壶的主人是谁呢 是蔡侯深 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也确认了 蔡侯深之墓 蔡侯深就是蔡昭侯 这个青铜酒壶呢 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蔡侯深 同方湖 根据史料记载啊 这个蔡侯深呢 非常喜欢这只青铜酒壶 随身走到哪都带到哪 形影不离 而恰恰就是这件青铜酒壶 让这个蔡侯深丢了性命 现代人一定不会理解 堂堂一国之君 怎么能会因为一个青铜酒壶丢了性命呢 这就得说一说春秋晚期这个大的背景了 公元前的七百七十一年 在这一年里 这西戎大军大举进攻周王朝的耗尽 结果周游王被杀 西周灭亡了 诸侯们拥戴太子姬宜旧为新的天子 史称周平王 可是周平王脚下的土地 基本上被西戎占领了 所以只好迁都 迁到了洛邑 就是现在的洛阳 从此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东周时期 也叫春秋时期 由于这个天子从自己的周朝故地迁到了中原 周边全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 所以当时的周天子 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军事 都无法跟西周时期相比 周边的诸侯也逐渐的越来越强大 所以天子基本上就被诸侯们控制了 这就是所谓的 歇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争霸时期 这也是孔子所谓的无道时期 孔子所谓有道就是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而这个时期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所以叫礼崩乐坏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的确是 春秋时期是一个没有公理 没有正义 没有道德不讲规矩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 才会发生一国之君 因为一只青铜酒壶而丢了性命 这样荒唐的事 那么究竟是谁杀了蔡侯申呢 这还得从楚昭王一次酒宴说起 公元前的五六九年 这蔡侯申呢 正在批约奏章 一位士兵捧着一份勤俭来见蔡侯申 这个勤俭呢 是楚昭王发出的 楚昭王啊 在勤俭中说 他得到了一柄宝剑 叫战卢剑 邀请蔡侯申到楚国都城啊 去观赏和庆贺 这今天的人就觉得不可理解 不过就是一柄宝剑嘛 至于召集周边国家的领导人 到你们国家去观赏祝贺呢 因为这把宝剑不得了 它叫战卢剑 据说当时最锋利 号称天下第一剑 这支剑削铁如驴 迎风断发 世间无可匹敌啊 这在当时可是最精锐的武器了 谁掌握了这支武器 那就可以扫荡天下 做天下之主了 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叫管仲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故一气城往复拒 而天下无战心 意思是只要你掌握了一件 最精锐的武器 又有敢于上战场杀敌 勇往直前的战士 那么天下就无人敢跟你为敌了 天下无人敢于你为敌 你岂不就是天下的主人了吗 所以这楚昭王啊 得到了这柄战路剑之后 他就到处发帖 邀请周边一些友好邻邦的领导 来到他们国都 举行宴会 欣赏 庆贺 他得到了天下第一件 蔡侯山接到请柬 不敢怠慢啊 带着贵重的礼物 又随身带着他那个青铜酒壶 参加宴会去了 在楚昭王的宴会上 这蔡侯山的表现呢 给自个儿惹了麻烦 他怎么个表现呢 你说人家楚昭王 请他观赏宝剑 请他们喝酒 这个赴宴 结果这蔡侯山呢 带着自个儿的酒壶 只喝自己酒壶里的酒 不喝楚昭王宴席上的酒 这要在今天 这对主人也是失礼 因为这个蔡侯山这酒壶啊 太漂亮了 引起这个各位诸侯的兴趣 这帮的诸侯啊 一边跟蔡侯山是公仇交错 一边呢就欣赏这蔡侯山 这个青铜芳虎 你说你们这帮子诸侯 你是来给这楚昭王 庆贺观赏人家天下第一见的 你怎么忘了正事 去欣赏这个酒壶呢 这可真叫喧宾夺主了 所以啊 这蔡侯山呢 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很得意啊 可是呢 楚昭王这心里就不痛快了 如果仅是楚昭王心里不痛快 还不至于有杀身之祸 问题是 楚国的另一 南娃看中了这件青铜芳虎 他就想要索取 打发人去找蔡侯山 要这个青铜芳虎 结果被蔡侯山一口拒绝了 这南娃心里就不舒服了 我看中的东西 我一定要得到守 他不同意 那就想方设法除掉他 可是人家毕竟是堂堂一国之君呢 要想除掉他也不那么容易 怎么办 有办法借助楚昭王的力量 他就指控这个蔡侯山呢 暗中勾结 吴国准备攻打楚国 于是下令派了一千多士兵 就把蔡侯山住的旅馆就给包围了 你说你这个楚国令义 你怎么能为了得到这青铜芳 就把你楚昭王请来的客人 而且是一国之君就给软禁了呢 那サ网写